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部代部长黄志明在国会辩论教育部开支预算时 宣布小六会考的评分制度将从2021年开始 从积分制改为等级制 太多厘米了 太多测试 太少的时间 为家庭和朋友 为玩意 为生意 对于这下宣布网民有什么看法 这名网友就支持教育部对于小六会考的改革 不过他认为除了在评分制度上有所改变 我们的老师 校长 甚至整个社会 也应该逐渐摆脱以分数评定学生的观念 虽然改变思维需要时间 但他认为我们正朝对的方向发展 这名网友也支持减轻孩子们目前面对的 课业压力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这名网友则认为 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应该更多元化 让我们的下一代在他们热爱的领域发挥潜能 而不是将每个孩子都塑造成为医生或律师 不过这名网友就担心 在新的制度下 考取相同等级的学生 没能够进入同一所中学 可能引发家长对于中学分配制度 是否公平 透明的争论 这名网友则说 任何制度都有优缺点 重要的是 这项改革能够帮助调整 本地教育文化和学习风气 往正面的方向前进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两位最近很受到网民关注的小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张 真的是很难想象 这两张是同一个男孩 他在自己的家乡 尼日利亚被怀疑是邪灵附体的巫童 而是遭受到了家人的折磨和抛弃 在被解救一个月之后的模样 就有了这么大的差异 更是让看到这张照片的网友们 更加心疼他以前的遭遇 而另外一位不幸患脆骨症的美国男孩 则是凭着翻唱自己偶像的一首励志歌曲 感动了无数网民 同样引发了热议 今年2月 这张照片曾经红包网络 感动亿万网友 这位古兽如柴的尼日利亚男童 被发现时身上又脏又臭 还长满了虫子 他被当地教会牧师指为巫童 说是邪灵附体有超能力 会给家人带来灾难 因此遭受了家人的残酷虐待 并被丢弃 照片中蹲在地上 给男童喂水的女子叫洛文 是非洲儿童援助教育 和发展基金创办人 洛文把他救起 并接回基金会精心照料 并给这个两岁男童 起了一个新名字 叫希望 想让他的命运因此改变 令网友感到震惊的是 一个多月过后 小希望完全变了模样 他不仅看起来很健康 还有一点小发胖 更重要的是 在感受到大家的友善 关爱和呵护之后 时刻处在惶恐不安的他 也开始变得爱笑了 各国网友也纷纷拍摄 手举Hope字样标志的照片 上传到网络 来表达对小希望的支持 以及对愚昧的 非洲巫童文化陋习的愤怒 这起事件 也让非洲巫童们的遭遇 受到广泛关注 据报道 紧尼日利亚就有上千名 无辜孩童 被一些贪图名利的 不良牧师指挥巫童 这些孩童因此遭遇 家人虐打 抛弃 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 在非洲救助儿童的洛文 也已经在当地开设学校 希望能够通过教育 来消除民众的愚昧观念 他希望不再有下一个 小希望的悲剧重演 另一位来自美国的 12岁印度裔男童 斯帕士 凭借着翻唱 美国著名书上歌手 艾米纳姆的冠军单曲 而走过网络 这首振奋人心的单曲 反映了艾米纳姆 从视野低谷 重新振作起来的励志过程 也给了斯帕士 很大的力量 支撑着他朝梦想前进 因为他天生患有脆骨症 出生时体内 就有超过35块碎骨 到现在 他体内仍然有125处骨折 只能够靠轮椅带步 但是斯帕士 并没有被疾病击倒 他始终保持着乐观 他喜欢唱歌 写歌 还在社区电台 担任节目组织人 斯帕士的这个翻唱视频 在YouTube 已经获得了超过 213万的点击率 他说自己会一直唱下去 也希望未来能够 像自己的偶像 艾米纳姆一样 用音乐去激励更多的人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浏览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或应用程序 我是蒋焕 我们再会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